就是在能力的方面和速度的方面 其实跟就是世界最顶级的学校 还是有点差异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多点的这个备张准备 做一个全面的准备 心理的方面 体能的方面 爆发的方面 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做出最好的表演 我觉得如果能发挥我正常训练的状态呢 成绩也应该不会差 有大概有一年没有上兵 因为香港的疫情的限制 就是香港的兵场也是又关又开 在这个短短的一年时间能够在世界杯上 我们团队能够争取这个奥运会的资格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 其实东北话呢 可以说是我们短道速滑的一个光光语言吧 整个团队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东北集训 其实跟当地的运动员和当地的教练一直都有交流 才有就是大茶子味的一个说话方式吧 奥运会之后呢 称着这个大气氛 冬奥的气氛 希望可以让多点的香港市民和香港青年来参与我们短道速滑 这像比较冷门的运动吧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多做点兴趣班 或者一些搞一些活动 让香港香港市民知道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短道速滑 也有这个东西项目的存在